他从这里 分出了一个动眼神经 听懂了吧 从这里分出个动眼神经 结果这个地方脑干出了个血 把这一侧的动眼神经 这哪一侧啊 这左侧动眼神经 动眼神经不是分成两对吗 所有脑神经都两对啊 那这边也有一对 我们不讨论这一对 我们只讨论这一对 现在这个人脑干出了血 把这一侧动眼神经压到了 所以他眼睛外邪四 同时出现右侧的肢体瘫痪 因为你刚才不是鉴别不了吗 你不是和内囊鉴别不了吗 因为内囊和脑干都是右侧肢体硬瘫啊 你刚才说了鉴别不了老师 下面我告诉你怎么鉴别 会鉴别了吗 好 这是一种情况 那有没有可能 因为你三到十二都有可能被压呀 看 这也是你自己说的 我刚才问过你 你都回答二了 你说对 都有可能会三到十二钟 都有可能被压到 是你说的 对不对 是不是 好 当你知道了 那么出现这种病变的时候 你再看 从这里分出的 我告诉你 从这里分出的 有没有可能是 面神经 就分出 这个 分出 面神经 面神经也是一对 一边一个 一边一个 也是一对一边一个 这个是面神经 也有可能 有可能压到面神经 同学们 我是不是口误了 一边一根 同学们 一边一根 一共是 或者一边一个 一共是 十二对 十二对 好吗 如果我是口误的话 请大家 请大家稍微理解一下 这个 能理解吧 一边一个 不是一边一对 那是我的口误 这个大家能理解吗 因为十二对 对吧 十二对 好 同学们 再看 这边是面神经 一边一根 一共十二对 这个可能是口误 大家 这个能理解吧 很抱歉 那就是 那就是我错了 对不起 我向大家称之错误 好 那么这是 面神经 有没有可能压到 面神经 对不对 有可能 那么当他压了 面神经之后 他是不是 左侧的面摊 那么你想过没有 如果他同时压到 就是这个处权量特别的大 同时压到了很多对 也有可能吧 好了 OK了 这个问题我已经讲清楚了 所以 面神经 出来问题的时候 就 同侧面神经 出问题的时候 一般是 加上对侧肢体 谈话的时候 是脑干 而且 你只有这样去记 你才能应付 组织的考试 为什么 因为你才分清楚 什么是周围性贪 什么是中枢性贪 大家听懂了没有 什么是周围性贪 什么是中枢性贪 而且你也知道 脑干神经 上的时候 他的面摊 是什么性质的 我再问你 我来检验一下你 脑干神经 上的时候 他的面摊 是什么性质的 是在哪一侧的 现在你自己都能写了吧 很好 第一 他的面摊是什么质 同质 第二 它是什么贪 是周围性贪 周围性面摊 周围性面摊 不就周围性贪吗 不就软贪吗 听懂吗 你现在记了吗 你背了吗 都没有 那么同时会出现什么 肢体贪 没错吧 好 那么同学们 这里我讲的脑干 肯定讲的是什么 是单侧脑干 这个大家听得懂 是不是单侧脑干 肢体硬贪 是单侧脑干吧 同学们 是单侧脑干 对吧 好 那么如果是双侧脑干的 那就不扯这些事了 行不行 双侧脑干 反而简单了 那就双侧 周围性面摊 双侧肢体怎么样 硬摊 所以你看 当我们出现脑干严重损伤 双侧脑干都损伤的时候 就不用说了 这个题就简单了 是吧 两边脸都是周围性面摊 全脸摊 左边右边全部摊 全部是面摊 尤其周围性的 左右两个腿 全是 硬摊 左右两个上肢 全是硬摊 那你是双侧吗 那就不用搞了 我们一般的 讲脑干的 都会讲侧 哪有医生看病 说就脑干 他得说是 左侧还是什么 右侧 对不对 好了 同学们 讲到这里 我是不是一直在讲四肢 一直在讲四肢吧 是不是四肢 还有同学在问 为什么会影响到 这个肢体 那你可能来的比较迟 为什么影响肢体 大家可以看看前面的内容 好吧 我就不再解释了 再解释呢 就不知道要说多少遍了 好 现在我讲来讲去 是讲到四肢 对不对 好 同学们 四肢的交叉 大家现在能理解了 是不是 那么四肢的交叉 是不是靠脊神经支配的 就是刚才我们说的 那个脊神经支配的 过交叉 脊神支配 你现在这个四肢 这个问题讲到这里了 我们就讲完了 那我现在问大家 第二个问题 就是我们的脑神经 刚才我问的 是不是椎体交叉 椎体交叉 是不是出了这个脑袋了 那么我们知道 12对脑神经 主要分布在头面颈部吧 是吧 没有说面神经控制前列线吧 没有人这么说吧 动眼神经控制肛门排便 没有人这么说过吧 说明这个动眼神经控制 以眼球瞳孔 眼球运动瞳孔 是吧 面神经控布面部的表情 三叉神经控制舌前的味觉 什么 这个 舌后的 对不起 咀嚼肌啊 面部的感觉 控制这些 对吧 什么舌烟啊 迷走啊 这些控制 反正主要是头面 主要是头面部 主要是头面部 脑神经就主要是头面部 对不对 那我问你 脑神经会不会在锥体交叉 好 你要觉得会你就敲一 你要觉得不会你就敲二 很好 它是不可能过收费站的 它是城市里面的道路 它不会上高速的 就这个简单吧 脑神经要是过了最交叉 干嘛不就这么支配 我不说了 开玩笑说的 什么面神经能够支配刚门了 是不是 是不是 所以面神经就算是交叉 它也不会到锥体外面去交叉 不对吗 这不是事实吗 它要到锥体外面交叉 控制四肢去了吗 控制躯干去了吗 它不是的 所以脑神经交叉 它是生理决定的 解剖决定 它就要交叉 但它的交叉是不出脑门的 不出脑袋 就不会过那个高速的收费站 就交叉了 同学们在哪里交叉的 你知道吗 它交叉的部位在哪里 你知道吗 你不知道 对吧 很好 我再告诉你 你看这个图 其实你知道在哪里交叉的 你只是呢 没有人把这层窗户纸捅破 其实你知道 你知道 只是没有人把这层窗户纸给你捅破 看了这个图 告诉我 还不知道在哪里交叉的吗 有同学们打眼水 要打什么的 就交叉的部位就在这里 就在这个分出的位置 就这个图 不是眼水 不同的脑神经在不同的地方交叉 嗅神经在这里 动眼神经在肩脑 对不起 视神经在肩脑 视神经不有视交叉吗 同学们 你们又忘了视交叉白背了呀 视神经当年直接一直可记得 什么视中 什么视中枢 视神经 视交叉 视树 背得要死 视交叉是什么东西 不是交叉呀 交叉是什么东西 交叉就是交叉 没有什么东西 动眼神经和滑车神经在中脑交叉 那么脑桥上面五到八在脑桥交叉 九到十二在眼水交叉 听懂了没有 听懂了没有 好 那么同学们 这个听懂了 敲个一 好吧 我知道你要问什么 你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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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用这个懂没懂 我知道你要问什么了 因为我 我马上讲的就是你要问的东西 这个先告诉我 这个明不明白 就是说 它交叉的部分 就是你现在背的那个口诀 其实你知道 没人告诉你 没人把窗户子捅破 好 这个能明白 这个肯定能听懂 好 谢谢 这个我把窗户子捅破了 你知道了 它是从这里交叉的 好 我知道你要问什么了 不用问 我知道你要问什么了 你肯定会问 我举例啊 第七对脑神经 其他都一样 我以面神经举例 为什么前面会有那么多同学问呢 什么面神经 是周围神经 这是很神奇 对吧 问这个东西 是因为你没有理解一个概念 你把概念搞混淆了 好 拿第七对面神经举例 它是从哪里交叉的 同学们 面神经从哪里交叉的 对 从在哪里 脑桥 是脑桥吧 五到五六七八嘛 第七对面神经 不就从脑桥交叉的吗 对吧 肯定很多同学问 老师 你看 这是脑桥 比如说 从这里分出来到面部去的 这是第七对 叫面神经 第七对 面神经 老师 那 这一侧的大脑皮质 我用虚线啊 到这里 因为它要交叉出去 对吧 它要交叉出去 它从哪里交叉啊 它从这个脑桥就交叉了 脑桥 到没到收费站 肯定没有到收费站 它是程序里面的问题 对吧 所以交叉了 那么 从这一段 这个石线 石红线 叫什么 叫面神经 这没错吧 这个石的红线 叫面神经 这个能不能 能不能理解 所以我们同学们的问题出在呢 就是大家 为什么刚才会问出那么多奇奇怪怪的问题呢 是因为它把这个虚线 那么这个虚红线是什么 这个虚红线 也叫面神经吗 不对 那么老师说了 石红线 叫面神经 那虚红线 就不应该叫面神经啊 因为它最终要从皮子连着呀 它不然它怎么交叉呢 它要不跟这边连 它怎么到这边交叉呢 也就是 我这一侧的面神经 就是我这一侧的面神经 它一定是靠这边控制的 那么你告诉我 面神经是周围神经 周围神经不就这五个小分支吗 就这一侧面神经 那么从这一侧脑袋 一直到这个 脑神经什么 运动核 记得吧 这个叫脑神经运动核 那么针对于第七队来说 这个脑神经运动核 就是面神经运动核 这个听得懂吧 脑神经运动核是一个宽泛的称呼 就是说脑神经运动核 相当于什么 院长 院长 听懂吧 院长 那院长前面还有字啊 张院长 李院长 王院长 赵院长 赵前孙 李 周五 正王 那脑神经有十二对 所以它有秀神经核 秀神经运动核 视神经运动核 动眼神经运动核 我就不一举例了 反正就前面就不断的讲 那么对于这个人来说 它就叫面神经运动核 听懂了没有 明白了吗 所以告诉大家 虚红线的部分 你要叫它面神经 完了 面神经是周围神经 这明显是从中枢分出来的 你看 这是从大脑皮字分出来的 同学们 大家可记得了 从大脑皮字分出来 中指与脑神经运动核 叫什么 叫皮质脑干核 到脑干的什么地方 到脑干的脑神经运动核 所以又称皮质核核 刚才已经有同学说到 皮质核已经很牛逼了 还有同学说 皮质脊椎核 完蛋了 皮质脊椎核 脊椎在哪里啊 脊椎呢 脊椎在这儿呢 我都实在是没办法 给你看脊椎 脊椎核 这叫皮质脊椎核 是不是呢 皮质 是出发的地方 脑干是中指的地方 同学们 你可知道 金户高速是什么意思 你不就懂了吧 北京出发 上海中指 叫金户高速 你倒过来 叫护金高速 你就倒回来 叫护金高 当然我们就 叫金户 就一直叫金户了 就不会倒过来 去再去 再去命名了 所以就一直叫金户 所以你就是从 脑神经运动核 看到皮质 它还叫皮质核核 它名字不改了 定了就不改了 听懂了没有 那么同时呢 你看大部分 是不是在 盐水的比较多 所以它也叫皮质 盐水树 听懂了没有 就大部分这个 老神经在皮质 盐水比较多 所以也叫皮质核核 它又称的可多了 听懂了没有 听懂了吧 从皮质出发 到脑神经运动核 中指叫皮质 脑干树 也叫皮质核树 这个明白吧 就金户高树 北京出发 就从皮质出发 到脑干中指 皮质出发脑干中指 脑干上面的什么位置 脑神经运动核 所以它又叫皮质核树 由于盐水比较多 也有部分叫做 皮质盐水树 这个我不说了 反正你就知道 金户高树什么意思 你就能懂 皮质脊髓树什么意思 从皮质出发 到什么 脊髓中指 听到了吗 那么你想 我们12对脑神经 它能是皮质脊髓树吗 这不又回到 刚才的问题上吗 它皮质出发 到脊髓树树 说明它已经出了 高树口了 它根本就不是 控制脑神经的 皮质脊髓树 控制四肢 你看到没有 好 我问你皮质几随数 有多少 有多少根 就一侧有多少根 我不问你多少对了 我就问你多少根吧 皮质几随数 有多少根 很好 31根 31根 皮质几随数 31根 对 好 那我问你皮质脑干数 或者叫皮质合数 有多少根 我不问你多少对 免得我又说错了 很好 有 多少根 好不聊吧 24根 说对了 24根 你绕我 我就绕你 对吧 24根 多少对 12对 是不是24根 一边12根 加在一块 24根 12对 就跟你内骨一样 它是按对算的 你绕我 我就绕你 你现在你你发现就行 你懂就行 啊 成双成对 是吧 很好 非常好 所以同学们 这个虚红线的部分 它不叫面神经 它叫皮质 核数 或者皮质脑干数 这个皮质核数 皮质脑干数 是专门指面神经的 就是说 在12对 24根里面的一根 它主要就指这一根 听懂吗 就这一根 啊 它就指面神经的 听得懂吗 哎 皮质核数 实际上就是皮质面神经 运动核数 就完整的称呼 应该叫皮质面神经 运动核数 是不是这个意思 哎 听得懂吗 好 啊 那么我问大家 大家是不是在读书的时候 又读到了 叫面神经和尚 面神经和尚之 现在懂懂什么意思了吧 慢慢的你啥都懂了 其实当你读到这些字的时候 你就已经记住了 只是你没有去拆开它去看 面神经和尚之 和面神经和下之 它分别指向了什么 是不是一懂百懂 一通百通 这个东西它 它就是入门栏 我说过了 只要一入了门 很多问题 我就不用再讲了 大家马上就秒上 对 面神经和下之 实际上指的就是面神经 就指的是面神经 不对吗 就是那个周围神经 面神经 面神经和尚之指的就是这个虚红线 指的就是这个虚红线 指的就是皮子和树的面神经这一只 好 下面我再问一个问题 问一个问题 同学们 我再问一个问题 同学们 我再问一个问题 可不可以了 这个地方行不行 行过的话 我就敲一好不好 好 谢谢 好 谢谢 就讲到这里 谢谢 好 下面我问你 我问你 同学们 这个患者 这里病变 这个颜色不明显 换一个 这个明显一些 这个患者 现在我画的这里病变 请问 它是 什么瘫痪 周围性瘫痪 软瘫都正确 面神经 周围瘫 正确 怎么写都正确 还可以说成 和下谈 你看多棒啊 还有东西说成 和下谈 更牛 知道 更牛 知道 以后就说 和下谈 以后 你听过这个课 以后查房 以后到病房 就直接说 面神经 和下谈 你要还说 什么周围性面谈 你跟职与 你跟职业医师 有什么差别 你怎么装逼 你怎么区别 你有组织证书 你怎么区别呢 你怎么装逼呢 你怎么体现自己 就是牛叉呢 牛年呢 牛年你不得牛逼一点吗 是不是 所以你就 面神经 和下谈 你千万不要说 什么周围谈 什么软谈 那玩意 你妈职业医师 都知道 你跟他讲什么 这是开玩笑的 也就是说 你要看到 面神经 和下谈 是什么意思 你就懂 哎呀 不就说白了 就是周围性面谈 可以了 好 就这个颜色 这个地方 好 那同学们 如果是这个地方 并边呢 我在虚红线的中间 画了一个妥妥 这叫什么 这叫面神经 怎么样 和上谈 是不是叫面神经 和上谈呢 和上面的 和上面的 装逼 是吧 其实就是 什么谈 这又叫什么谈 周围性面谈 还是中枢性面谈 哎 很好 这叫中枢性面谈 没错吧 这个大家知道吧 中枢性面谈 没错吧 中枢性面谈吗 对吧 因为这个是 上面的吗 是皮脂树吗 皮脂脑干树 还不是上运动神经 上运动神经 还不是中枢吗 上面的 听得了吧 对吧 和上谈 印谈 是吧 中枢 中枢性面谈 这个是不是叫中枢性面谈 这个人是不是叫中枢性面谈 是的 是的吧 因为你 你是不是中枢 你自己看是不是中枢 下面面神经 周围 上面叫上运动神经 上运动神经 还不是中枢 哪是中枢 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 它不就是脑子吗 脑子不就是一个一个的线构成的吗 单纯脑子嘛 它不是线构成的吗 对不对 是的吧 好 是的就好办了 我问你 你看我画妥妥的这个地方 是什么地方啊 还不懂吗 哦 内囊 所以内囊导致的是同侧面谈 还是对侧的面谈呢 你看 你看内囊导致的是同侧还是对侧 是对侧吧 是对侧吧 是对侧的什么个摊呢 是对侧的中枢性怎么样面谈 没错吧 是对侧中枢性面谈 我这一个字不差啊 对侧中枢性面谈 是不是你也能一个字不差啊 对侧中枢性面谈 好 我问你 跟脑干一样吗 看脑干 我问你 脑干 比如说我们为了让大家讲清楚 我们都用左侧来说啊 好脑神经大家知道是12对 那到这里呢 就是为了把问题讲清楚 我就画都是画一样的啊 这次面神经过来 这次面神经过来 对吧 好 现在这个人啊 脑墙 比如说脑干啊 脑干这个地方出血了 病变了 病变了吧 脑干病变了吧 请问啊 脑干病变是哪一次的面谈 对是自己的起点 不交叉 是同侧的面谈 对不对 同侧吧 是同侧中枢性面谈 还是周围性面谈 你这不用看我 你这 你这自己都明白了 周围性面谈 周围性面谈 是不是呢 还有人说中枢 这是来打酱油的吧 是同侧周围性面谈 是不是说 是不是同侧周围性面谈 为什么 因为它这一侧的虚线 这一部分虚线是好的呀 人家这个虚线是好的呀 人家皮质合数是好的呀 合下它 很好 看懂了吧 请看 请看 一侧内囊损伤 比如说 右侧内囊损伤 是不是导致 左侧面部的中枢性弹 左侧上下肢的中枢性弹 是不是 是的吧 这也不是我说的 你再看这个 那 左侧脑干省伤 是不是导致左侧周围性面谈 同时导致右侧上下肢中枢性弹 称之为面神经交叉弹 你不能梦想着还被这个口诀 这个什么皮单内偏干交叉 这职业医师 这是我糊弄职业医师学生的 你也信啊 这就是糊弄职业医师同学的 职业医师同学听了 他觉得老师挺牛逼的 讲的挺好 一个口诀就搞定了 好开心 但是他以后再考职业医师 考组织的时候 我还要废弃白赖的 把这个东西给他推翻 然后重新再给他洗一次脑 你要求不要 讲的深度可能也不能一样 职业医师要讲是太深了 他听不懂 没有麻烦 职业医师 你吃了我的 这个水泥活的墙 你就用背吧 当然我还是希望大家理解 这个 好了 那么同学们 内囊出现的瘫痪 我们就讲完了 但是内囊这个地方 同学们是不是 很密集的地方 还记得吗 很密集的地方 再回到内囊 内囊是不是像一束花一样的 很多花瓣 是不是很聚集的地方 叫内囊 那我问你 内囊同学们 除了运动 除了运动功能 他有没有感觉通路啊 就说运动是从上往下传的 感觉是不是会从这里往上传呢 是的吧 所以内囊受损之后 是不是不仅有什么运动的路被搞断了 神经元坏了 他也有感觉神经元坏了呀 这能理也吧 那么感觉神经元上来的时候 他也交叉了 听懂都没有 也就是说 刚才我们讲的是不是出城 你稍微思考一下 所以我说只要入门了 你什么都懂了 我问你 刚才我们讲的是不是春节了 我们去回娘家 我们看自己的父母亲 我们是开车往城外面跑啊 是不是往外面跑啊 这叫传出吧 我问你 初七了 初八了 上班了 是不是要从高速回来呀 我问你 你出门的时候交叉的那些人 那么回城的时候 是不是要远路再交叉一下回去啊 是不是 你当年诱拐的那些人 你回来的时候不要左拐了吗 你不是交叉回来了吗 同学们 出去叫传出 叫运动 回来叫传入 叫感觉 所以感觉也交叉了 没错吧 路是还是那个路 路有一点点变化 有一点变化 因为你去的路跟回来的路 不可能一模一样 那你除非在高速上逆向行驶 不然你不可能一样 就是说会有一些差别 就是说感觉的传入和运动传出 在通路上会有一些差别 但是方向没有变呢 交叉这种框架没有变呢 是吧 就主方向是没有变呢 你出去是往北 你回来不就是往南吗 因为你肯定是反方向嘛 但是你那个高速不可能一模一样 一模一样 那不就立行回来了吗 对吧 那不可能是一模一样 明白了吧 大方向是对的呀 只不过细节上 比如说 这个深感觉 潜感觉 他可能回来的时候 还有一些不同 是吧 那这个我们说是细节 现在框架你得搞清楚 不然你就没办法理解这些事情 现在听懂了没有 你读不读 他也得回来 他方向是基本一致的呀 所以我就想说了 我说内郎这个地方除了运动障碍之外 就他损伤了除了运动障碍之外 他还有什么障碍 感觉障碍 他这个感觉障碍应该是同侧的 还是对侧的呀 肯定是对侧的 因为他也交叉了 听懂了没有 他回来的时候也是 从这拐这拐这拐回来 下了高速就要拐 下了高速就要拐 对不对 一样的吗 对侧的感觉障碍 所以有对侧感觉障碍 然后还有一个同学们 用现代的话说叫背锅侠 什么叫背锅侠呢 大家看一下啊 你看一下这个图 在尖导的这个地方 有一个神经叫四神经 同学们看一下四神经 叫四神经 你看四神经在哪里啊 大家看到四神经 这个第二对叫四神经 四神经在这个地方 四神经是不是在中脑的上面 在尖导就在中脑的上面 看到吗 他在中脑的上面 对不对啊 就中脑 尖导就中脑上面嘛 中脑上面不尖导嘛 对吧 刚才有人说误伤 说到点子上了啊 你看 中脑的上面是不是 是哪里 神经课越学越好玩 你看到没有 一定要喜欢他 一个东西你一定要有感情的去看他 不然你痛苦的要死 就跟一个女人 你不喜欢他 生活在一起 你不想死的心都有 你学习一个东西 你首先是内心要接纳他 你要想说我这个东西 我是提高自己的 你不要是排斥他 那好痛苦啊 真的 你考了主持证又能怎么样啊 你不开始痛苦吗 唯独驱动你的可能是加点工资啥的 那些钱就能刺激你吗 我觉得不是啊 肯定还有更高的精神上的追求 对吧 有点感情 我问你 你看 这是中脑 中脑的上面是哪里 是内脑 对呀 所以四神经就从这里分出来 结果内脑有了个病的嘛 这倒了没了 把四神经给他误伤了 把四神经给他误伤 四神经从那里走 从那里走好好的 你本儿出了个血 四神经也没去 我跟你 我惹你了吗 没有 啊不 这个这个 误伤了 对吧 我讲四神经是打引号 四神经啊 就是实际上他损伤的是四数 他那个位置是四数的位置 四数也属于四神经的一个部分嘛 对不对 对吧 是四数 是不是 四数吧 好 损伤了四数 损伤了四神经 怎么了 就怎么了 这些人 都损了没了 把四数搞坏了 这个变成偏什么 诶 视野 确损 而且我知道 它是双眼对策 同向偏盲 为什么 四神经四数受损 什么表现 你一翻书 书上写的就是 双眼对策 同向偏盲 所以它这个偏盲 指的是双眼对策 同向偏盲 是不是 这是一种巧合 一种巧合 当这三种情况 巧合的出现在 一个人身上的时候 三种巧合 出现在一个 你记住我的描述 三种巧合 出现在一个人身上的时候 我们称之为什么 三篇 就三种巧合 同时出现在 一个人身上的时候 这是很巧的 当你遇到三篇的患者 你一定要珍惜他 要爱护他 因为真的很巧 人生有巧事 但是不多 好巧好巧 要珍惜他 要好好地管他 要把他病例好好洗 因为好巧 我讲这个话的意思 是告诉你 我讲这个话的意思 是告诉你 内囊就一定三篇吗 你懂了吧 然后当你去刷题的时候 你就知道了 当你去刷题的时候 你就会明白 某些事情 是不是 你发现 有的题目不是三篇 你也选了内囊 你为什么选了内囊 因为没有那么巧 没那么巧 他也得选内囊 所以有可能是什么 有可能是二篇 对呀 有可能是二篇 甚至有可能就是一篇的 同学们 因为你这个内囊 这么粗 你想光头墙去砍树 大家看那个熊出没 光头墙 拿个电锯 拿个斧子去砍树 他能一斧子下去 把树完全砍断吗 能完全砍断吗 也未必 也有可能一斧子 砸下去就砍这么一丢 也有可能一斧子下去 砍这么多 也有可能一斧子下去 全砍断 所以 三篇有可能是三篇 也有可能是两篇 也有可能是一篇 这就是难的地方 也是神经科学起来 很巧妙的地方 就是你懂了之后 你会一种很巧妙的 一种对人生 对生命 对于很多东西的 一种哲学的理解 就是 原来人生是这个样子的 医学是这个样子的 所以你就明白了 对吧 明白了 对不对 那么有同学会不会不偏 那不偏应该不会 那这个随便砍 他也能砍坏一点 除非你不砍 不砍内脑就没有病病 叮叮都没有 所以大家背的偏汤 偏麻 偏感 只是三篇当中的典型的 是真的很巧 人生不见得 你干神经科就不见得 真的能遇到这么巧的 这个三篇都出现的人 出现了要珍惜 出不现你也要整 那么如果这个人典型的三篇 可以说实话 这个人肯定育后不好 大家都写了育后不好 为什么 那时候很重啊 不重怎么能一下子 一辅子把书全砍断了 全部都坏了 运动也坏了 感觉也坏了 四神经从来路过都被他搞坏了 所以你想 一想也是 是吧 一个人一辈子 是吧 哪能自得意满啊 你这一辈子混到现在 自得意满 不可能 很难 那如果有要珍惜 也不用骄傲炫耀 你要珍惜 你自得意满 什么都有了 职呈学历 家庭 幸福 孩子 事业都有了 你要珍惜啊 你不要有什么了不起 你运气比较好嘛 珍惜 对不对 好 那么 这个你看 这一辅子砍下去 是吧 你 全部砍断 三篇 砍的少 就单篇 就一个篇 两个篇 反正就是这些一个东西 明白了吗 那么有的同学 还在纠结 这个内囊是否交叉的问题 同学们 内囊作为一个组织 就作为一个 一块肉 听懂了吗 作为一条路 作为一个肉 它是不交叉的 在这条路上 跑的车是交叉了 你听懂了这句话了吗 脑干 脑干就是一块肉 听懂了吗 就脑子里面一块肉 就是一些纤维 这纤维 它没有交叉 只是通过它的 车子将来 过了高速公路就交叉 它不过高速公路 也不交叉 你明白了吗 你听懂了吗 就内囊 它就一块 内囊不就 脑子里面有块组织 它怎么交叉呢 只是说 通过内囊的那些车子 就是那些 那些传出的神经元 通过它 神经 电活动 过内囊了 内囊交叉了吗 没有啊 过内囊交叉了 听懂了吗 这个听得懂吗 如果前面没有的话 要补一下子 所以大家被职业医师 那个东西搞死了 内囊怎么交叉 内囊就叫 脑干就交叉 脑干导致交叉 它其实 它应该是某某神经交叉 它 不是脑干交叉了 是脑干坏了之后 这个车子就过不去了 所以它表现在对色那些地方就不行了 知道吧 就坏掉了 明白了吗 如果还没有明白的同学 可能是前面的那种没有过关 其实我讲的比较慢 一个一个都去谈 那么同学们 当我们说了这些内容之后 如果你在后面看脑血管病 你就觉得脑血管病特别简单 知道吧 就脑血管病就特别简单 那比如说这是内囊 过来这块叫内囊 内囊 这一块叫脑干 这是这是椎体交叉 就高速口椎体交叉 到这里头这条路就拐过去了 就是要从这里拐弯了 大部分都从这里拐弯了 小部分不拐弯 大部分从这里拐弯 所以你老是问内囊交不交叉 我不知道你这个结是结在哪地方了 这东西我不知道你这个结是结在内囊 不就这个路吗 就这条路叫内囊吗 从这里过去的车子将来要交叉 内囊有病了 车子过不去了 它是中枢病变 所以这边没有车子了 叫中枢性瘫 就这侧对侧肢体中枢性瘫 不就所谓的交叉了吗 听懂了吗 就瘫痪表现 那脑干交叉了吗 脑干就是脑干 脑干不就是脑干吗 你还没理解吗 我的鼻子就是鼻子 那从我鼻子看到了吧 从鼻子过来 这在右 这在左 我鼻子弯了吗 我鼻子交叉了吗 对不对 这里坏了 那这边控制的这边的肢体不就不行了吗 听懂了没有 好了 这明白吧 好了 好了 那么回顾一下 如果是一侧皮子的瘫痪 那么比如说右侧皮子瘫痪 导致左侧的肢体中枢性瘫痪 同学们 为什么皮子导致一个肢体瘫痪 对侧的中枢性瘫呢 为什么呢 因为皮子范围大 还是内囊损害大 是皮子损害大 你就选一 是内囊损害大 你就选二 还有同学说皮子大 那就完蛋了 那就说明大家没有听懂 没关系 可能我问的也有问题 我说一个皮子不能全部坏 全部坏是一样的 全部坏是一样的 那不可能皮子全部坏了 比如说我只画一侧 这次我不画了 这个地方叫内囊 对吧 这地方叫皮子 那如果说皮子全部坏掉 或者我坏一半皮子 其实也就相当于内囊坏了一丢丢 这个扇形图看得懂 所以什么地方大 内囊大 因为你这么多车子 将来都要通过这么一个高速口 所以高速那个扎口一定不能出事 一出事那个车子哇 死一下子 堵的就不能看了 现在没来没有 所以你说是皮子伤害大 还是内囊伤害大 一看就是内囊稍微病变一点 马上把半个脑袋的皮子全部堵死了 对不对 所以你要说皮子大 可能是我问法的问题 那你理解是皮子全部坏掉 因为你一个皮子不就控制一个地方吗 对不对 你每个部门不是有分工的吗 但是我要把你门口堵了呢 你不是所有车都出不去了吗 因为你运动不是传出的吗 所以你看皮子一侧皮子受损的时候 比如说这个地方受损了 就这个地方花个叉受损了 那么它是不是可能就病变范围怎么样 比较大还是比较小 比较小 比较小是不是比较小 所以它只有一个肢体 或者一个脸 一个肢体都可以 因为这也是上运动神经丸 也是皮子和树啊 都可以控制面神经啊 控制动眼神经这些东西 对吧 反正就是范围比较小嘛 要么就一个脸摊了 要么就一个眼睛外邪似了 要么就一个胳膊摊了 要么就一个腿摊了 反正它就是面积比较小 好 那么如果是一侧皮质受到刺激 同学们 皮质受到刺激不是异常什么 放电吗 就更轻了 就不严重了 对不对 那皮质损伤了 好歹什么出血了 外伤了 它坏了 那刺激是什么 刺激就是比较轻 所以异常放电就要刺激吧 所以它就会导致 对策的杰克逊癫痫 为什么导致对策杰克逊癫痫 看得懂了吧 对策杰克逊癫痫看得懂吧 它是不是交叉到对策 将来过了内廊 出了高速之后 它就交叉到对策去了 是不是能理解了 所以皮质受到刺激的时候 会出现对策的杰克逊癫痫 教育癫痫 我前面讲过它的发病特点 是不是 还记得这个皮质小人 躺在这里 脸在下面 躯干在这里 腿在这里 对吧 那如果说 它是这个皮质有问题的时候 它就手在 对策的手在抖 好 现在这个刺激结束了 这个刺激又开始了 哦 那它就是项子在抖 听得懂吧 它一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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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它就一个点一个点受刺激 对不对 慢慢的慢慢的慢慢的 哎 是不是 不难吧 同学们 对不对 慢慢来 那策克逊癫痫 是吧 所以这个时候 你觉得口诀还有重要吗 你要觉得口诀重要 那么你就背一背 我觉得口诀这个东西 没大意思 想背就背 然后要学会怎么样 哎 举一反三 举一反三 这个皮单 就是皮质是单摊 内囊是三片 脑干是交叉摊 这是忽悠 职业医师学生的 你要觉得有用 你就背一背 其实没 没多少用 对你解题 没多少用 好 下面做几个题 我们休息一会 第一个 来 2019年职业医师一个题目 问你 舌下神经核所在的部位是哪里 可以鞏固一下 这个指点简单 对很简单 这个大家背马上就会了是吧 那一看就是岩水 为什么它这个数字比较大 剩下都在岩水找三四五中五八桥 你看舌下神经就是个比较大的神经 是吧 就行了 这个是背口诀搞定的 对不对 当然选D 这个SoEZ 你看现在我们做这种题没有问题 好 那么稍事休息 大家呢 把刚才我们讲的那些内容呢 做一些回顾 把刚才那些图形 做一些整理 那么上午呢 我们实际上是花了比较多的时间啊 给大家介绍了神经系统的第二个难点 那么这个难点就是神经系统的定位 对吧 以及呢 定性 当然定性这一块 我们主要是判定周围性瘫痪和中处性瘫痪 那么具体它是初学缺学 这可能还更多的要依靠什么 仪器检查 对吧 仪器检查 那么神经系统因为它的这个知识点呢 涉及到的基础知识内容比较多 那么有一些同学听完之后 肯定有一种豁然开朗 融会贯通 那么有一个很深刻的一个认识 那么这个感觉非常好 有些同学呢 对基本概念上面还存在着一些什么 比较模糊的情况 可能在某一个点上 就是说整体上 它应该明白了 比如说什么交叉呀 什么周围性瘫呢 但是在个别的细节上 可能还会有一些概念上的这个模糊 对吧 比如说 它对于这个皮质是什么不清楚 那么这就需要什么呢 大家要把这个视频呢 要多看个几遍 神经系统一般看个三遍 那该懂的也就懂了 那么实在懂不了的 那么可能就只能借助一些什么口诀啊 什么这些啊 这个这个 去记了啊 或者说就是把一些基本概念要记住 也能搞到一些分数 当然了 理解肯定是最好的基 而且呢 能够帮助大家在专业实践能力题当中去拿分 因为专业实践能力题 考这个神经系统内容不少 从近三年看 考的不少 所以我希望大家呢 还是在这里呢 不能有弱项 就每个系统都不能有弱项 尽量的补到一个60分的水平 对不对 好了 那么如果大家觉得啊 刚才的内容有一些 听起来有一些这个吃力啊 或者是有一些这个啊 难度 那么说明你在提高啊 那么你已经认识到自己的问题所在 那么就积极的对正的去纠正他就可以了 好吗 啊 好 那 那么接下来要给大家补充一个知识啊 这个知识叫共济失调 那么我发现同学们在群里面刷题的时候 会问到一些非常有价值的问题啊 比如说共济失调 可能我们在这一时阶段呢 大家一说到共济失调 立马就去选了小脑 是吧 立马就选了小脑 是这样的吗 那今天呢 我把啊 这个常考的 或者说经常会选错的这些共济失调 给大家做一个专项的这个讲解和突破 第一个 共济失调 叫感觉性共济失调 那么感觉性共济失调 他的特点是什么呢 是只在闭眼的时候站立不稳 也就是个人睁着眼睛 他能站得住 他要一闭眼 就开始啊 摇晃 甚至呢 是跌倒 这叫感觉性共济失调 第二个呢 叫小脑性共济失调 这个就是大家非常熟悉的 叫闭目 很多同学说了闭目难立 但实际上你看 小脑性共济失调的特点是 睁眼闭眼都会出现什么 站立不稳 这是小脑性共济失调 大家要这个学习和掌握的内容 对吧 叫小脑性共济失调 那么下一块呢 是这个前提性的这个共济失调 那么大家看前提性共济失调 它是有明显的眩晕呕吐 这个是比较典型出现在梅利尔综合症 对吧 耳边有这个残鸣音 就是这个这个这个鸟叫啊 是吧 这个残鸣啊 这些一个声音 伴有眩晕呕吐 所以大家注意前提性共济失调 大家也比较熟悉 就记住个梅利尔就行了 那么第四个共济失调 大家可能想不到 你看大脑 并变也会出现共济失调 只不过这个共济失调往往伴有 你看上运动神经元损害的表现 比如说剑反射的抗镜呢 激张力的增高啊 并离反射的阳性呢 它会出现这一系列的表现 所以这个大脑性共济失调 基本上考到了是送分 因为它出现什么 巴贝斯基增 出现这个激张力增高 这个大家一看就知道 这个不是小脑的并变对吧 所以当这种表现出现的时候 你就自动的把小脑排除了 其实这些人也有共济失调 走路也不稳 所以我这里方强调两个问题 就是这两个 这个前庭大家记住梅利尔就知道了 这种共济失调走路不稳会伴有呕吐 耳边的残鸣眩晕等等 那么小脑性共济失调 记住真闭眼的时候都站不住 感觉性共济失调是只在闭眼的时候出现 真眼的时候 它是有视觉和味觉的刺激的 就是它能看到位置 看到眼睛 会获得信息 获得信息 所以它的这种 这个共济失调呢 我们讲是感觉性的 只出现在闭眼或者站立不稳的时候 明白吧 好 这是四种共济失调给大家做个补充 那么以后 你在做到共济失调的题目的时候呢 你想一想我们讲的这个问题 感觉一共济失调就感觉不行了 感觉不行了 真眼就能改善 小脑那就是站立的时候 无论你睁眼闭眼 都会出现左摇右晃 站立不稳的情况 好 这地方我最后补充一个知识 因为既然谈到了小脑 我们重点谈的是大脑 是吧 谈一下小脑 小脑怎么构成呢 其实小脑那个造型有那么一点像什么呢 甲状线 中间呢 有一块凸起 中间是 是一块凸起 这块凸起像一个蚯蚓一样 叫小脑的隐步 那么对啊 对小脑隐步 那么它又分成左小脑半球 和右小脑半球 那么我要问的问题是 第一 小脑小脑分出的这些神经丸 经过锥体交叉了吗 非常好 没有经过具体交叉 对吧 我们经过具体交叉的有哪些呀 皮质 内囊 脑干 当然了 脑干包括中脑 颜色 我不写了 知道吧 所以这些组织呢 一般称为 锥体系 所以当八病四肌症 出现的时候 我们叫锥体症 阳性 其实它定位很差 皮质也有可能 内囊也有可能 脑干也有可能 那么 小脑神经丸呢 就小脑呢 它 它不在锥体系里面 所以我们把它称之为 广义的锥体外系 同学们 小脑属于广义的锥体外系 那么 狭义的锥体外系是什么呢 就是刚才有同学说 帕金森的问题 狭义上的锥体外系 指的 就是 黑质 纹状体 就是黑质纹状体 这是狭义 狭义就指一个小球球 黑质纹状体 就这么一小球球 就这么一个小球球 广义的就多了 小脑也是的 黑质 纹状体 痘状盒 翘壳 包括这些附属结构 它都是 好 既然小脑神经员 没有经过锥体交叉 不是锥体系 而是广义的锥体外系 那请问 左侧小脑半球 是不是控制 左侧肢体 右侧小脑半球 是不是控制 右侧肢体 是的 对吧 非常好 那倒过来说呢 当它出现右侧肢体的一些病变的时候 那反映的是右侧小脑半球的病变 如果它出现左侧肢体问题的时候呢 那么它应该是左侧小脑半球的病变 当然我讲这个问题 主要是小脑的一些表现 比如说指鼻实验呢 快速轮替动作呀 是吧 那么摔倒的方向啊 比如说小脑的病变患者 它一站起来 睁眼闭眼都摔向右侧 那说明 右侧小脑半球有病变 它如果睁眼闭眼的时候都摔向左侧 那么它就是左侧小脑半球有病变 是不是这个意思啊 就它是不交叉的 就记住这个东西就行了 啊 很好啊 那一般的病变在隐步的时候啊 它就是躯干性攻击失调了 也就是它既有可能向左 又有可能向右 有十二向左 十二向右 如果这个人就是左侧病变 他一直向左侧摔 很稳定啊 很少又向右侧的 那么如果隐步 那就家属就描述不清楚了 那有时候往这边摔 有时候往那边摔 对吧 走路有时候往这边晃 那边晃 这边倒 那边倒 这边摔 那边摔 就说的很模糊 不准确 这就是隐步 所以隐步叫躯干性攻击失调 就是左右都有可能 就这个意思 知道吧 好了 这就是攻击失调 我们补充给大家 希望大家呢 做一个掌握 那么看这个题 这个题可能有些同学 会做错 为什么呢 当他看到闭目蓝力针的时候啊 他马上想到这个人是小脑 对吧 马上想这个人是小脑 是不是 就说闭目呢 你就睁眼 行 眼一闭 就摔倒 说明他可以有感觉刺激 有感觉刺激 所以这个人的正确答案 给他写的是什么东西啊 写的是C 大家答案是对的 以后这个答案给错了 前天性攻击失调呢 他主要伴有一些眩晕呕吐 如果这个人是闭眼 真眼都不行 就是小脑性攻击失调啊 真眼也会衰 闭眼也衰 那他是小脑性的 小脑有问题了 前天性的 他还有一部分 感觉性的 还有一部分功能的保留 比如眼睛一针 有了视觉的刺激和信息之后 他能站住 眼一闭 纯靠感觉的时候就不行了 就要摔了 所以他叫感觉性攻击失调 实际上就感觉有病变 前庭呢 大家是要记住 往往伴有耳鸣 悬晕呕吐 这个梅利尔综合症的这个表现 额叶攻击失调 实际上就是我们大脑性攻击失调 他往往伴有 八病失忌针 对吧 激张力什么强直中枢性癱惯 他会伴有八病这些表现 所以这个比较好鉴别 大家就把这几个特点抓住 作为一个知识补充给大家 有工具失调 我做了一个专项的一个梳理 好了 那么这部分内容 希望大家呢 要积极的学习和掌握